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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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都占 两头都不损失 真是玩得很高明 据知情人称 像思醒在和他 2018年创业开的公司里 是没有股份的 10%的股份 是2020年5月女的出轨 一个月后 又成立的新公司里的 难得不简单 控制不住了 就毁掉 还说不怪她出轨 是她父母 让她相亲害了她 当然一个刚毕业的人 有百分之十不错的了 有公司 愿意出去捧她 投资她 这个毛利 2000万是在公司注册后 慢慢提升的 如果你直接去签约一个 已经活起来的网红 55开人家 还不愿意 但新人就不同了 毕竟包装一个网红 需要一个团队 需要花大量精力和财力 能给这么多 已经是很好了 相思型能赚 2000万是不假 但除了相思型 其他团队成员 也要开公司 运营还需要成本的 这些成本去掉张科峰 还能赚几个钱 而且公司刚开 股份没什么用 公司没赚到什么钱 一句话概括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男主不傻 女主一家 也做不了这么大格局 女主不贪 男主也断不了 女主的豪门梦 当然对于相思型来说 之所以最后甩了张科峰 也不过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果而已 毕竟网红就是一阵风 也是吃青春饭的 年纪大了之后 收入不仅会直线下滑 以后变现 更是非常的困难 找个豪门嫁过去 也是很正常的选择 毕竟在网红圈吃了这么多的苦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以后的日子 过得好一些而已 所以说 网红们都是人贤贵 背后遭罪 想入圈的朋友们 还是好好想想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